這家鹹酥雞灘很不一樣 除了灘頭上的各種食材 竟然還有安格斯牛排 豬肋排 鮭魚排等好料 我早期是做 有在鹹酥雞灘打工 後面還是去我們高雄之樂觀工作 因為在電子公司上班 就覺得很沒意思 看到我以前的師傅老闆他們在做 就覺得在上班的過程中 好像覺得可以感受到一種客人跟我們的互動 我覺得很好玩 所以就開始做了鹹酥雞灘 基本上我不想做傳統路線 我一直想要打造比較特殊的 為什麼牛肉可以炸 為什麼豬腳可以炸 怎麼樣去讓消費者吃不膩 怎麼樣消費者覺得說 這麼傳奇這個可以嗎 我覺得這樣非常好玩 這半年來我們新的東西就是蘇肥雞 它就是用低溫料理的方式去呈現 那我把它做結合到鹹酥雞裡面去 把整塊五股牛小排放進真空袋裡 62度低溫烹調10分鐘 炸香後再炙燒出牛肉的香氣 牛排肉質不只軟嫩 表層還有油炸的焦酥口感 油脂香而不膩 美味一點也不輸牛排管 同樣低溫烹調再油炸的德國豬腳 皮Q肉嫩帶著油炸香 質地並不乾硬 和自製的酸菜搭著吃風味更棒 我現在使用的鍋子是黑鍋 好處是因為它的東西比較有層次感 就是它可以呈現大中小火搶酥 再者是它可以每天把油倒掉 不會心痛 因為它的油耗非常少 為了讓客人吃到現炸的美味 食材以少量多次的方式處理 我們蔬菜我們會每天到現場去挑選 我們還會做生的方式去試吃 那敢讓我試吃我才會跟它買 就是說會舔我們才有進貨 食材精選油炸功夫了得 鹹酥雞 豆皮 豆腐等每一樣都好好吃 就連世界麵包冠軍王鵬傑都是店裡常客 第一是因為我覺得在食材上的選擇 之前很常我來的時候 怎麼會沒有地瓜 我問他說地瓜一年四季都有 你怎麼會沒有 他說因為我覺得今天的地瓜品質不好 那我覺得這樣的東西 不能炸出來給客人吃 他會因為季節去選擇他的東西 包括海鮮類的也是這樣 然後跟他換油他也是很勤奮在換油 所以我才敢讓小孩吃嘛 眾新聞高雄報導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